小米香港IPO录演会场爆满,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成苹果。 澎湃新闻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,参与投资者推荐会人士透露,首日国际配售料已超额认购。 小米下周一招股,雷军和管理层于投资者午餐会上现身。 香港经济日报图 小米公司创始人、董事长兼执行长雷军雷军现场笑容满面,小米的估值应该腾讯成苹果的估值。 尽管小米募资额和估值都大缩,但仍然近两年来全球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发行IPO。 据港媒消息,当天的投资者午餐会,数百投资者及众多传媒到场,会场爆满。 会场内共设有27张圆桌,每张坐满10人,连同场内其他投资者,约有300人出席。 雷军和小米高管包括林斌、周寿兹、洪峰、王川、黎万强、刘德等人在会后出来让传媒短暂拍照,场面一度混乱,未接受访问,只表示欢迎媒体6月23日出席记者会。 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,陆远派发的初步招股书显示,小米和现有投资者将以每股17至22港元发行21.8亿股股票,当中约65.3%是新股,其余是旧股,对应的融资规模为47.2亿至6109亿美元。 每首200股,入场费4444港元。 小米IPO露燕销售文件。 微信公众号雷地触网。 图。 小米已引入中国移动、高通、保力集团、顺丰同招商局等7个机构作为基石投资者,共计认购5.48亿美元股份,约占公开发售总额的10%。 据此计算,小米引入基石投资者的定价为540亿美元。 香港公开招股部分,将于6月25日至28日进行,7月9日挂牌上市。 据销售文件,小米若公开发售部分超够于100倍,将扩大公开发售部分至10%,即提供2.18亿股股份,相当于逾百万首股份。 假设不行时所谓的超额配售选择权,此价格区间对小米的估值为539亿美元至690亿美元,低于早前700亿美元至800亿美元的估值目标。 不过,彭博会整的数据显示,该交易仍然有望成为2016年9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,透过香港IPO筹资76亿美元以来全球规模最大IPO。 这次550亿美元的定价,就是我也不想开价了,你们随便开吧。 总不至于连550亿美元都不值吧。 据界面新闻报道,雷军现场如是说道。 2014年底,小米第五轮融资时估值450亿美元。 界定小米仅仅是硬体公司,还是一家网际网络公司,会对小米的估值产生较大的差异。 在香港上市的很多新经纪公司都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,市场吸收雷军的概念还需要时间。 雷军提到,当天他去一个全球最大基金之一的公司路演,谈了十次,该基金仍有人存在担忧,他则表示,如此创新的东西,如果大家一看就明白,就不算创新了。 往往创新的东西都会超越你的认知,不超越你的认知,怎么能够叫创新呢? 雷军称,2017年小米的网际网络服务收入占比8.6%,超过60%的毛利来自网际网络服务。 在2017年营收1146亿元基础上实现了67.5%的增长,一季度增长87.5%,在大规模企业里,增长全球第二。 这一增长的背景是全球手机出货量下滑。 放眼未来十年,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公司极有可能是一家中国公司,不是华为,就是小米,有极大几率,就是小米。 现场一片笑声中,他补充道,人总要自信一点。 Care a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hat's at WeChat Line SMS 特朗普怒喷,没想到啊,哈雷竟然是第一个投降的美国公司。 最新消息,马云身价将超万亿登顶世界首富。 蚂蚁经浮成全球第一。 顶不住美国压力各国纷纷举白旗,唯独中国态度很坚决。 美国要求所有国家11月停止进口伊朗石油。 否则制裁。 阿拉斯加渔民谈贸易战,让我们痛失中国市场。 数十年努力全白费。 特朗普失策挥向中国的关税炸棒。 竟然都打在了德国身上。 中国将打造全球第一条穿越喜马拉雅的铁路,尼泊尔人民欢呼不已。 德美警告特朗普,若惹怒中国你就等住疼吧。 他们完美掌握贸易手段。 中国发现大型液研器填勘探或重大突破,外媒,很难复制美国液研器。 英媒,中国企业让沃尔沃其死回生。 美媒日媒先后发出警告,阿里辛零售正改变世界,欧美不研究就落后。 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? 外媒,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。 小米香港IPO录演会场爆满,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成苹果。 美国影子无处不在,OPAC大会背后的政治博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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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